关注一经风水,找到成功秘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放下人生三个执念,能比一般人强百倍 记得看过这样一个问题 生活是不是总是这样累,还是只有童年如此 回答是,总是如此 都说人生有三类,想太多说不出没人懂 众生皆苦 谁不是在人生漫漫长路上不动声色的咬牙前行 熬过去你就赢了 一,有一种类,叫做想太多 常言道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身以为然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会感到很累 就是因为想得太多,放不下内心的执念 心事越重,压在身上的负担便越沉重 但其实生命中的很多烦恼困惑 都是我们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 要知道人的经历都是有限的 心灵总背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久而久之,自然会感到疲惫不堪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青年在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上 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手表从窗口掉下去了 周围的人都为他感到可惜 他自己也为此闷闷而不乐 这时坐在青年对面的一位老者说道 越在意就会越痛苦 不如抬头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青年愣了几秒 抬头望向窗口 一片溜溜的青草映入他的眼帘 心情豁然开朗 他转念意想 事已至此 若是一直苦苦沉浸在失去手表的悲伤中 岂不要错过了这么美的景色了 是的 人生本过客 何必千千节 失去了的东西不必总放在心上 心累了就拐个弯 正如古迅所说 烦恼本无根 不减自然无 困惑本无缘 不咎自轻松 把烦恼看得太重 它就会被无限放大压在你的心上 人这一辈子万事万物自有定数 活着简单平淡就好 何必想太多 跟自己过不去呢 正所谓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老之 总会有一时的意外 若是一直为失去的东西惋惜 太在意 往往累的是自己 俗语有云 日出东海落西山 丑也一天 喜也一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 人也舒坦 心也舒坦 不要想太多 给心灵负累 谢谢你的累 让往是清零 二 有一种累叫说不出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心有所思 非己莫能查也 自己的心里的想法 别人又怎么能感同身受呢 白岩松在痛病快乐者 一书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的一生中 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 一个人的战争 这种时候 你的内心已经 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 可是在别人看来 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 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 的确如此 人生不如一世时有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很多时候 作用满腹愁苦 也不可与人诉说 只能将心头的泪压在心底 就像心一屋在 山岳不知心底诗里说的 我们的心 我们的肉 长在个人自己身上 酸甜苦辣 自己尝的味道 只有自己明白 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别要求别人懂你的感受 叫得再大声 也是白费功夫 是的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人生本就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三 有一种泪 叫没人懂 越飞曾云 越将心是富摇琴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没有人懂 纵然 弹断琴弦 也记不起一朵浪花 只是平天应我悲气 很多时候 我们会感到很累 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倾诉 而是没有人懂 和不懂你的人相处 彼此的脸上都会写满心泪 无论彼此如何用力 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双方会感到极度疲惫 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小故事 鸡蛋想和石头交朋友 他拼命向石头靠近 然而石头却不懂得 鸡蛋的柔软和脆弱 他们靠得越近 互相碰撞 鸡蛋身上被磕得满是伤痕 鸡蛋感到很心累 便转身离开了 鸡蛋离开石头后 遇到了棉花 棉花软软糯糯的 鸡蛋和他相拥 感到无比舒心 鸡蛋这才明白 与不懂自己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折磨 只有和真正懂自己的人相处 才会过得轻松快乐 就像苏晨说过的那样 懂你的人 会用你需要的方式去爱你 不懂你的人 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 一个懂你的人 胜过万千过客 一句懂你的话 胜过无数安慰 正所谓知我心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廖一梅说过 在我们一生中遇到爱 遇到性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人生在世 懂你的人可遇不可求 余生 愿你我都能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 漫漫人生路上 没有谁的人生会永远一帆风顺 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 换个角度想想 世界上比你难的人多了去了 没有过不去的坎 这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罗曼罗兰说过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生活不易 人生实苦 但熬过去 那些打不挡你的 都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